大家好,我是小强 今天咱们来介绍一个糊弄鬼的故事 恶灵,又名恶意 影片一开始介绍 杰克和妹妹安吉成立了一家捉鬼公司 也可以叫做灵媒通灵公司 他们主要的任务就是帮助别人驱鬼 杰克认为那些号称家中有阿飘的人 都是心理原因所造成的幻觉 所以这么长时间以来 这家捉鬼公司没有抓到任何一只鬼魂 他们只在顾客的面前不断的演戏 让雇主们相信他们已经驱赶走了鬼魂 但是常在河边走哪有不失邪的 妹妹安吉在一次通灵的过程中 无意间看到了一只鬼魂 所以她打算要放弃这个骗人的项目 可是哥哥杰克还欠了很多的外债 所以她需要用这种快速赚大钱的方式 来还清高利贷 后来通过安吉和爷爷的聊天得知 原来安吉的母亲在生前也说自己看到了鬼魂 后来迫于心理压力就割腕自杀了 所以安吉和杰克都有可能会遗传这种通灵的基因 这天杰克又接到了一个驱鬼的任务 雇主是一位老太太叫做格林夫人 她说家中有很多小孩子的鬼魂在不停的哭闹 然后杰克和安吉说这是咱们最后一次了 只要是还清了高利贷 咱们就不再做这样的工作了 在杰克的哀求下安吉也就答应了 然后杰克带着摄影师略特 还有女友贝斯来到了格林夫人的家 格林夫人说自己的儿子赫尔曼在多年之前杀死了很多的女孩 而这些女孩正是格林夫人领养的孤儿 她本想将女孩们抚养成人 但没想到自己的儿子却把他们都给杀害了 而自从这件事情之后 她每天都可以听到之前女孩的笑声和哭声 杰克说鬼魂多那必须要加钱 格林夫人说钱都不叫事 完事之后我会一次性付清的 然后他们便开始了驱鬼 和之前的方案一样 他们还是打算演演戏糊弄一下这位老太太 但是在过程中安吉再次遇到了鬼魂 这位女孩的鬼魂向安吉示意 让她跟着自己过来 就这样他们偏离了原定的路线 跟着女孩来到了一个年久失修的房间 在这里摄影师略特不小心跌下了楼 而这样意外的发现 却让格林夫人非常的紧张 很明显格林夫人并不想他们进入到这个房间里 但现在也没有办法 摄影师掉下了 他们总要救人吧 就这样杰克和安吉也来到了下面的房间里 简单的查看了一下略特的伤情 他们又在这里发现了一个恐怖的玩偶 然后根据各种线索 又在这里找到了一个神秘的房间 而这一切正好被格林夫人所看到 救出略特之后 格林夫人告诉杰克 你们都是骗子 快点给我离开这里 不要在我的面前演戏了 赫尔曼是个好孩子 是那些小妖精天天的大喊大叫 不让我休息 要怪就去怪那些女孩们吧 听到这些言语 杰克也知道 这件事情远比他们想象的要复杂很多 所以他二话没说 直接叫女友贝斯 打包设备准备回家 可是不管在对讲机里如何呼叫贝斯 贝斯都没有任何的回答 而在刚才的那个监控现场 也没有发现贝斯的身影 同时杰克却在这里遇到了女孩的鬼魂 这也是他第一次遇到传说当中的阿飘 所以他决定要马上离开这里 把安吉和略特安排上车之后 杰克便开始到处寻找贝斯 然后在一个阁楼里 发现了被缝住嘴巴的贝斯 虽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 但是杰克的第一直觉就是赶快逃跑 可是在开车离开时 他们又遇到了鬼魂 无意外的又发生了车祸 尼尾贝斯被甩到了车外 而在杰克去查看贝斯的伤情时 却被后面的一个人影直接打晕 醒来之后杰克就看到了 格林夫人和他的儿子赫尔曼 格林夫人说你们知道的太多了 本想是一场驱鬼的法事 没想到你们却发现了我们的秘密 原来女孩们并不是被赫尔曼所杀 而是格林夫人嫌他们太吵 又或者是某些事情被女孩们发现了 所以格林夫人用极为残忍的方式 杀害了这些女孩 最后杰克也被缝住了嘴 不过人家还是蛮科学的 在旁边开了一个小洞 这样杰克就不会被饿死 最后杰克被带走了 安吉却来到了这里 而在他们马上要对安吉动手时 瘸子猎拓及时赶到 他用手中的拐杖和一块废铁杀死了赫尔曼 看到自己的儿子被杀死 格林夫人也算是彻底疯了 最后安吉向女孩们的鬼魂发出了求助 在女孩们的尖叫声中 格林夫人捂住了双耳 同时安吉一刀下去杀死了格林夫人 影片的最后 只有安吉和摄影师生存了下来 而安吉的爷爷却说 这是一个诅咒 同时一个鬼影从安吉的面前飘过 到此影片结束 其实相比鬼魂而言 更可怕的反而是人心 所以小伙伴们不必担心什么阿飘的 咱们的阿飘都比较讲究因果论 正所谓是不做亏心事 不怕鬼敲门啊 好了 今天就到这里吧 咱们下期节目见